目前高階AI GPU就是繪圖處理器 和HPC高效能運算的晶片的產能瓶頸 並不是前端製程的單晶片 而是後端的COAS先進封裝的產能嚴重不足 由於台積電的先進封裝技術 在良率和客戶滿意度上 都處於市場領先的地位 使得AI及HPC客戶都爭相的要搶奪 台積電的COAS產能 那或許有人會想問 難道就沒有其他的公司會做COAS嗎 其實這個COAS是先進封裝的其中一種技術 美國的英特爾和韓國的三星 也都有在做先進封裝 只是他們不叫做COAS 像是英特爾的先進封裝 包括2.5D的封裝EMIB 還有3D的封裝Folvirus 那麼三星則是發展2.5D的iCube 還有3D的Xcube等先進封裝的技術 簡單的來說 COAS是台積電獨有的先進封裝技術 另外由於台積電的產能實在太滿 市場傳言 揮答找封測龍頭廠 代號3711的日月光 協助提供先進封裝的服務 至於其他的IC封裝廠則是很難打進COAS先進封裝 頂多只能夠吃到測試的商機 因為COAS當中的COW 也就是晶片堆疊部分過於精密 因為他在這裏真的沒有封裝 我們在這裡的國際術 我們在當中的衣製 我們在一起